有非常多地方上 国民党的里长 党工职以及很多的人员 对我不断的劝劲 认为只有我才是最有战斗力 以及最有服务能力 最能够打败吴思瑶 并且为地方服务的人士 我深信只有我才有办法 真正的代表市领北投的多数民意 来完成下架民进党 以及造福地方的使命以及任务 在未来我也会逐一的揭发 目前民进党吴思瑶委员 他所推行的种种不利的事情 以及种种不对的事情 吴思瑶委员 不仅没有帮台北市政府 来争取捍卫前瞻的预算 反而是在打压台北市 抹黑台北市政府 这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台北市的 民意代表跟立法委员 守护市北民意严惩贪官污吏 下架民进党 真正造福市领北投居民 侯汉庭决定参选市领北投 第一选区的区域立法委员 跟各位报告 在过去以来 去年议员刚选举结束的时候 实无参选意愿 然而近几个月来 当我不断参与地方的活动 以及随着中央大局的变化 让我深刻感知到自己应该尽一份心力 以及有想要完成的使命 而更重要的是数月以来呢 有非常多地方上国民党的里长 党工职以及很多的人员 对我不断的劝劲 认为只有我才是最有战斗力 以及最有服务能力 最能够打败吴思瑶 并且为地方服务的人士 在过去数月以来 我们在地方服务 遇到很大的困境 便是这往往是属于中央职责 而不属于议员的服务层级范围 过去的里长与市长的座谈会 有将近三成的案件 都与中央有关 非市政府单一层级能够作为 然而在过去的里长座谈会 或者是地方上的各式各样的会议 我都本人亲自出席 非常可惜没有见到本选区的立法委员 亲自参与 所以如果士林北投的立法委员 不在意士林北投的地方意见 不参与士林北投的地方会议 没有办法来守护士林北投 又有什么资格担任士林北投的立法委员 在未来我也会逐一的揭发 目前民进党吴斯瑶委员 他所推行的种种不利的事情 以及种种不对的事情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一样会秉持过去的初衷以及理念 干净选举 不挂任何的看板 不挂任何的布条 不挂任何的旗帜 因为只靠着情跑 靠着理念 靠着过去服务的政绩 来争取所有人民的支持 我始终认为 砸大钱挂勘版的选举 是应该要被唾弃的文化 参选不仅是为了要造福地方 更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政治文化 让选举以及政治 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处所 所以这一次呢 我也绝对不会进行在野互打 我会依照自己的步调 依照自己既有的步骤 来展开各式各样的问证的说明会 以及对民进党的弊案 以及种种问题 做出相关的揭发 我深信 只有我才有办法 真正的代表士林北投的多数民意 来完成下架民进党 以及造福地方的使命 以及任务 那个吴思瑶回应说 你已经你都是拿冷饭热炒包含萊猪的事情 而且他还说您卷入共谍案 应该是很难被台湾人民接受 对这件事情您的回应 民进党果然是除了抹红再无其他的招数 民进党呢把我抹红成为所谓的共谍 司法早就已经三审定议 无罪 我是清白之身 所以民进党呢 吴思瑶他没有办法从我的问证能力 或者从我的服务成绩当中 来挑出我的缺点 只能够从意识形态来做抹红 所以目前呢 他还讲说不要做意识形态的斗争 但是最先搞意识形态斗争的 恰好就是吴思瑶委员本人 吴思瑶还讲说呢 参选者用所谓不符合事实的言论来批判他 但这正好就是吴思瑶最近在干的事情 难道他没有挑动攻击侯友宜以及柯文哲吗 不久之前在讨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时候 吴思瑶才公然造谣说谎 谎称台北市政府没有向中央申请前瞻计划 直接被我打脸 当初2017年柯文哲台北市政府 是举出了19项的案件来向中央申请 但2017年当时中央政府给的经费是多少 是零 原因为何呢 当时的江志明议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柯文哲没有去求见小英总统 所以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以颜色轻书来分配地方的预算 来分配地方的建设 根本不是像吴思瑶所造谣的 说台北市没有去申请 所以吴思瑶委员不仅没有帮台北市政府来争取捍卫前瞻的预算 反而是在打压台北市抹黑台北市政府 这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台北市的民意代表跟立法委员吗 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吴思瑶在造谣 我认为吴思瑶应该要为他的造谣而向台北市民来做道歉 如果还有担当的话吴思瑶就应该要为他的造谣来做退选 造谣的人没有资格担任民意代表 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我造谣 如果台北市政府没申请 但我却造谣有申请 那我退选 但如果台北市政府明明有申请 但吴思瑶造谣说没申请 那吴思瑶应该要退选 市长的人说是我脑袋进水 那请问刚刚我给大家看的墙壁旁边接一盆水的 那个是墙壁会尿尿吗 激进党不要因为吃了狗粮之后 就民进党说什么都说是对的好吗 我们作为台北市议员 其实我这五年来该监督的部分 其实都有监督 那不管是监督柯文哲 或者是监督蒋万安都一样 监督柯文哲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不要让民进党想要看到 蓝白互相撕裂互打 然后让真正的执政党躺着选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因为民进党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蓝白打成一团之后 绿营可以继续躺着拳就好 今天既然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是在野党 我们应该是共同的竞争 谁比较有监督执政党的战力 让民众做出选择 这怎么会是护航跟放水柯文哲呢 我们不见得真的在11月的时候 谁能够整合谁 有可能真的就是用撒卡都的方式选到底 但我们就希望侯友宜能够像蒋万安一样顺利的胜选 那怎么看黄志贤 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才说要护航柯文哲 当然不可能去护航柯文哲 我们作为台北市议员 其实我这五年来该监督的部分其实都有监督 那不管是监督柯文哲或者是监督蒋万安都一样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台北市的这个大巨蛋的钢筋掉落的时候 是我第一个披露这件事情 要求台北市要注重公安的 所以监督柯文哲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不要让民进党想要看到蓝白互相撕裂互打 然后让真正的执政党躺着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因为民进党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蓝白打成一团之后 绿营可以继续扛着拳就好